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一会儿就约了那个叫memo 就是胸部的上司不是去见妇科医生 他可以开的嘛 用机器去排查乳腺的问题 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一定要关注乳腺问题 我在美国已经很久没有去 这么大规模的医院了 你看这个楼这么长 好吧 我走过去 还不知道在几楼 我到时候看一下 之前那个咽血的结果出来了 我严重缺乏维生素D 所以就是说除了要吃一些 还有维生素D的食物 或者吃一些补充剂以外 就是要多晒太阳 我以前就帽子啊 短袖啊什么短裤都不穿的 我现在就有意裸露一下皮肤 就让它晒一晒 这医院好漂亮啊 好大呀 好了 到了 在这里 这医院太大了 我找了半天 好大好大 要换好衣服 现在等着去检查了 好了 我做完了 我觉得不是很疼 然后它就是把你的胸挤扁 然后去照 大概就是这样 好了 我现在就回家了 结果的话应该第二天 第三天就出来了 好了 我现在回家了 拜拜 哈喽 我在等着参加 Domologica给influencer 就是喜欢skincare的influencer 办的一个网络课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放了冬粉 虾仁 蘑菇 这蘑菇还是烤牛排剩的 土豆片 那个香菜有点蔫冷 就把它泡水里 想让它支愣起来一点 我好涮着吃 然后两种豆芽豆腐末儿 今天呢就是买的这个火锅肉 那底料呢今天有小朋友 所以我就买的这个番茄火锅底料 这个是不辣的 然后现在就调个麻酱 调个蒜蓉蚝油酱 就是蘸料 这就是我最爱的蒜泥料 然后还要再调一个芝麻酱 芝麻酱里面放点盐 加冷水 好了 这个麻酱也卸好了 就是我最爱的吗?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收到了这些包裹 给你们看是不是颜值还挺高的 这个是北顶的一系列厨房小家电 然后是他们厂家送给我的 然后这个呢是他们的铸铁锅 就这种法郎的铸铁锅 还带一个纸套 就是可以防烫了吧 我之前经常用这个 然后大家问我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适合烤箱 拿那种烤盘 因为它这个硅胶有点硬的 所以就是你这样拿这个盖的时候 这儿不太容易 就是它不是很服贴 不太容易拿得住 然后我之前就是经常用的 抹布这样垫着 不过还是没有就是单独的 专门的这个比较方便 就这样放上去 这样拿就不会烫了 也可以用来端这个锅盖 然后收到他们家这个 可以煮一些东西啊 或者烧水 特别是旅游的时候可以带着 还挺方便的 挺小挺轻巧的 那个呢是一个吐司机 看他们新出的这个黄色 我就选了这个黄色 而这个是四片的 就可以热更多的东西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它是一个蒸锅 它之前有一个玻璃的那个吧 但那个蒸的效率太低了 然后我现在就用这个 但这个的话容量一般 而且不是很好看吗 那有这个北顶子就最好了 蒸锅里还带很多附件 这个估计是隔水炖的吧 炖中 我还没有仔细研究 可以做出什么菜 我会自己再用一下 看有什么好用的 跟大家再分享和推荐 然后之前就是做饭的时候 观众经常问的几个 就这个备菜的盘子 我都拿过来了 这两支是我去年买的 这个黄色的就是稍微深一点 但是我为什么没跟大家再着重分享 它是看不看得清 H A Y 的 这个盘子其实已经被我洗的 你看稍微有点掉漆了 就有的时候不太注意 或者丢洗碗机就不太好 然后光泽也没有刚买的时候亮了 所以这个可能现在已经不出了 但是没买到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你看这上面都有划痕 这个盘子是一个土耳其的 它也是糖瓷盘子 那这个就要就是浅一些 还有这个配套的碗都是一套的 这个其实它卖得挺少 我当时在Anson Apology买的 这两个是我今年买的 应该还可以买得到 也是欧洲那边的一个什么牌子吧 但它的图案就是更夏天一点 这也都是糖瓷的 这个是一个小锅 我再找一下呗也是一个挺小众那么的 厨具网站卖他们家的这个产品 还有更多的餐具 大家问的我是打算到时候再单独做一期视频 就我经常用的盘子啦碗啦 哪个比较好用啊瓷器啊各方面的 然后再单独跟大家分享 好就这样我再开个箱 等一下我把相机调一下 这个是我昨天刚刚去买的 就是在这边店里买了 一个狗样的一个包包 它这个里面是包装 我就是买他们家这个最经典的那个tote包 它是还有那种上面带拉链的 但这个没有 然后买的这个尺寸应该是GM 就是大号的 然后颜色就是这种被纸的加黑色的 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好搭一点 这个包呢就是非常轻 过一阵子旅游啊什么带 或者现在带小孩去游泳啊 上足球课就经常需要这种大包 塞衣服浴巾什么的都能塞一下 所以就买了一个 因为我最近就是还是小包蛮多的 就是大包没有那么多 就是跟你们开个箱 还有这些厨具 先弄了一个发带 涂了一个跟衣服一样颜色的 眉红色的唇膏 把镜头调一下 哈喽我又拆了个箱 然后我真的就是不想用我的小相机了 所以我就用这个大相机 因为拆箱也挺脏的嘛 我觉得我都拆了拿进来了 就给你们看 近日份的家居开箱 我在Williams Sonoma买的一些就是 BBQ的东西 因为上周我们家请客在院子里有两家人来 就感觉BBQ的那些用具完全都不够 都用一些就在屋里用的那些盘子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在Williams Sonoma买的这个 就它这个grill的一个预处理盘吧 比如说像那种三文鱼排 它就够长 直接可以放到烤炉里烤的 然后它也是不粘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披萨盘 对也是带涂层漏的这种 就可以放到那个外面烤炉烤BBQ 当然你可以放虾海鲜玉米啊蔬菜蘑菇这种 还买了一个这个 它这个设计我觉得挺巧妙 它后面是一个像塑料似的 就你可以这样一块抱到外面去 然后你预处理腌的那个牛排或鱼 你就可以放底下嘛 你烤完之后就把牛排放到上面这个板上 直接就切了就serve 对所以就买三个烧烤东西 给大家开一下箱 好吗 每次在女生的出现都没有化妆 今天好像稍微好看一点 我们今天早上来打枪 这边有一个靶场 然后射击 听到枪声了吧 好了 这个就是体育 这个体育 哈喽打完枪 然后我们来吃饭了 找了一个日式的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又在医院 然后和小郭同学 就是有很多观众 多次提醒过我 说小郭的眼睛感觉有一支有斜视 所以我就给他约那个医生 先是在儿医那边检查 但是儿医毕竟不是专门弄眼科的 检查了以后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论 就给我推荐到专门眼科医生这边来看 然后现在检查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医生给了我一张这个纸 就是结论说呢小郭眼睛是没问题的 他那个之所以有的时候拍照的时候 看起来眼睛有一直有点往里呢 是因为他那个双眼皮那块肉给挡住了 反正不细说了就是 我可以把这个关键的英文单词写的下面 大家可以上网上看一下 那这个眼科医生说 其实最简单一个方式排除 你到底是不真的斜视 还是说就是所谓假性斜视 或者说只是看着 那就是用一个光 光照着眼睛 然后眼睛瞳孔会反射两个点 就反射两个光点 那这两个光点就要在两个眼睛的 比如中间相同的位置 那如果有一只眼斜的话 它就在不一样的位置 那样看是很明显的 差不多了 就等医生最后来一下 我们就可以走了 哎你不要玩人家的仪器呀 oh my god yeah it's open 然后医生说这个在亚洲孩子上也比较常见 就是这个鼻梁鼓它比较塌 而且可能很多成年人这个比较塌 所以它那个就是属于内包的 然后这个双眼皮那块肉也比较厚 就是挡的会比另一只眼睛多 就看着不是特别对称吧这样子 hello大家早上好 现在又在上一个网络课了 我有手机拍的 这个 这些是 这些人的观点是 人们以为他们的比较大人比较不抗论 对于特别的预防 其他人的减理 要做特别的减理 先来思考 好了 中间的这个 哦哦它只有三个 他们就要加一个变成四 小朋友在上我花思维的可爱班 我来做个饭吧 affairs 就是 吃 做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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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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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的自行车待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非常牛的 我们到了 现在要把自行车卸下来 我们停在那个 downtown了 然后骑一下自行车 然后再回来吃个晚饭 就这样今天的计划 在水户边拍了几张照片 我老公一开始拍得不好看 然后经过我的指导 变成那个样 我觉得还满意一点 就是用手机和相机拍照 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技术 这边那个湖吧 或者说叫水库吧 超级美的 现在夕阳就更美了 光线也很好 所以我们就来了附近一个很昏暗的日本餐厅 在一个阁楼上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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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银耳还剩了一些 最近夏天我们家也吃不下去饭 每次就做一勺米 今天打算做两个菜 这个是虾仁 都是冻的 然后我买的这个叫笔器 是不是 也是冻的 把这个虾剁成小碎末末 然后炒这个就有点虾松的感觉 这个是我买的那种可以烧烤的五花肉 一片一片的 但是我打算和这个乌笋一起烧一下 这还剩两块豆泡 下火锅剩的 就打算放到五花肉里了 这笔器是这样 还要把它剥开呢 刚才泡了一个蜂蜜水 待会儿融化了就把它喝掉 泡的是这个 曼妞卡Doctor的这个 现在要处理一下这个笔器 用这个小菜刀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小菜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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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